而接下来的这一幕呢 则是更加的惊险 由于连续下坡 导致了刹车失灵 车辆侧翻 情况非常的危急 此时司机的回答声非常微弱 消防队员迅速拿出破柴工具 对被困司机展开营救 而正在这个时候 消防队员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此时的水泥灌车正在发生汽油泄漏 为了避免更危险的情况出现 消防队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 对泄漏的汽油进行稀释 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 被困司机被成功救出 经现场医护人员诊断 被困司机只是手臂骨折 身体其他部位定是大碍 据司机在现场回忆 当天他驾驶这辆水泥灌车 从潭浙寺开往王平镇的 一处工地上送水泥 没成想路上竟出现了意外 连续下坡 刹车没有刹车了 刹车已经磨得不行了 刹车便 刹车40了 然后没办法 刹车便已经磨没了 抽策也是很快的 然后没有办法 当时也是一打完 撞进来到马路边 消防人员提示驾驶员 在不熟悉的道路行车 特别是弯路较多的山路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减速慢行 而车辆在上道路之前 也一定要做好安全检查 确保车辆能够安全行驶 记者陈寗报道 这何止是惊险 而且是相当之危险 啊